刘主任 现在高血压的病人多 很多高血压患者 都在吃钙离子结抗剂 就是说白了 就是咱老百姓说的 敌瓶类的降压药 这个敌瓶类的降压药 吃的人多 可是发生副作用的也多 没办法 它就是人吃的多了 它这个副作用显现的也多 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敌瓶类降压药 到底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副作用 哪些副作用 它并不常见 但是的确存在 好的 低瓶类降压药 目前主要是用到老年人 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 主要是因为有明显的动脉硬化 是 这个时候用上低瓶类药 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降压效果好 降压效果好 老年高血压 对 但是老年人 本来它就有一个胃肠道的 蠕动弱的 对 如果要是用上低瓶类药之后 它的胃肠的蠕动可能就更低了 我想知道您想说哪副作用 便秘 便秘的确不如某些副作用发生的多 但是您上来先说它其实就是您关注老年人的资深特点 对对对 因为在老年人当中吃低瓶类药 我确实是便秘发生的比较多一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体位性的低血压 是 这也是老年人常见的 对 因为老年人它有一个动脉硬化 或者是中央硬化 这个时候呢 比方说由平躺着到站起来 这个时候它就动脉的顺应性很低的 所以说呢 它可能就需要不一定就马上就反应到脑袋里边 对 这也是提醒我们老年人变化体位的时候 一定要慢一点 对 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对对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所说的这个头晕头痛 有些人确实 对 这可能是和这个阔血管有关系 对 阔血管 是的 您把这个三个相对少见副作用说完了 您再说说那比较常见的 对对对 比较常见的呢 第一个就是心慌 心慌 心率快 心率快 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呢 主要就是由于啊 吃了香蕙药之后 因为它降下效果比较快嘛 造成反射性的 胶感神经兴奋 对 反射性的心率快 对对对 这样呢就产生了心慌 对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牙龈的肿痛和增生 哎呦 这个在灵状上并不少见 不少见 牙龈增生的 有的真的挺影响美观的 对对对 牙龈肿得很厉害 不能刷牙 一刷就出血 对对对 牙龈出血也比较明显 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就是水肿 对 这个水肿的话 应该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 您把最常见留最后说 对 就普遍了嘛 它容易发生在这个脚踝部 对对对 或者净钱 净钱 净钱年下水肿吧 对对对对 这些呢 这些呢 都是这个 地瓶类药物的一些副作用 您这个 谢谢刘主任 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地瓶类加癌药的副作用 对 大家吃地瓶类加癌药物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监测这些副作用 对 way 好